哈囉大家好我是二號 今天是11月1號那就是怪蛋過去式喔 那以往11月大部分都是合作的第二彈 然後中途會有個大暗鍋來片大概11月底的部分 那11月的資訊會比較少喔 主要都還是等合作消息才會比較清楚 首先呢第一個是去年2020年有復刻電影合作的角色 那第一個呢是陸凱 陸凱最近的出場是四萬一超究極表現得還不錯 那之前的話就很少看到了 那四萬一算是他的高光時刻吧 那雅索呢就是圖面很香喔 有些大佬會拿雅索的SS來玩釋手高難關 除此之外就不怎麼看到了 就是偏倉管的角色 那諾潘呢算是裡面最保值的 因為米西之後那時候26域出日的時候嘛 諾潘的加速在26域是很棒的輔助角色 本身的自強化SS在26域也發揮得很棒喔 算是這三支裡面的真大獎 那更早之前的電影也有復刻 那三支目前都是倉管 揍他也算是超級早拿到凡減的角色喔 揍他的偏好是3000多嘛 那最近呢也有減到嘉倫真的是恭喜啦 另外兩支呢就是普通啊 那會不會復刻電影系列 個人覺得就算復刻了這兩次 以當前的強度我也強烈不建議抽 除非你是想收藏或是喜歡這些角色的話再抽 接下來呢是11月的上方修正喔 那去年這時候有上方修正 主要是修電影角色 因為電影角色已經有點過期了 那修完了老實說還是強度不太夠了 真的 那9月的時候那時候也有預估是有上方修正的 官方其實有修正喔 但是他只有上修死神降臨 跟受神前的死神轉彈角而已 就這樣 然後就把9月的扣打用掉一次了 我對那次上修算是 小一件啦 因為主要是9月的問題是本家一隻都沒動到 然後修那些降臨啊 他們會絕版啦 代表他們其實有沒有休息都沒什麼差 那希望這次的11月的修正可以動到本家的角色 接下來呢11月中啊 大部分都是一些合作或是某某合作的第二彈 因為像是19年跟20年都是合作的第二彈喔 那我講一下獵人 當時以獵人的環境來說 2019的環境 獵人第二彈是非常強 那尤其是會長 第二彈的大獎 泛用三反 反傳反鑽 少了人家 連擊殺手 在2019當時的環境已經是很大獎 就是非常強喔 當時的許多暗高男都能去啊 經濟十五啊 二十啊 暴絕啊 SS的百事觀音 特效也很夠 真的很還原作 那凱特跟金呢 金是2二反 那個反重反傷嘛 那金有減到小一起算是運氣還不錯 然後凱特呢 我對他的印象啊 就是他有撿到一關遊記場 那當時來說 水反傳角就是身多桌少 所以凱特的表現相對兩位 其他兩位啊 就表現蠻普通的 那放到現在呢 他也是能去競技二六 但就是能去而已 也不推薦使用啦 那第一彈獸神話呢 整體強度也很高喔 當時有統治 暮鼠高男快一點的庫拉皮卡嘛 最近薩基爾出的皮卡 才比較沒那麼強 那其他的話呢 只要弄到頂配就是非常強喔 那缺點呢 就是投入的資源要非常高 不然他的平坎是真的沒什麼 就是會滿癢的 那小潔呢 就是中規中矩的受神化 那獵人第二彈合作也破天荒的 讓蟻王用受神化的方式 復刻給玩家打 讓一些沒跟到第一彈合作的 玩家可以得到蟻王喔 整體來說 獵人第二彈在2019真的是 大家滿意度很高的一詞 那強度也很高 然後也蠻有特色的 然後蟻王也復刻了嘛 就很有誠意啊 然後到2020的部分 七大瑞第二彈 這邊先說一句 幹你拉麵 這邊簡單介紹一下拉麵梗的由來 官方在當時的幾部影片 都瘋狂暗示拉麵 然後那時候玩家就在想 是不是火影忍者 玩家之間討論的很熱烈 有各種幻想文章 或是很期待的聲音都出現了 結果最後魚板跑到小胖的頭上 然後放出十戒拉麵 所以玩家間多少就有一些聲音出現了 這就是拉麵梗的由來 拉回正體 這邊講七大罪第二彈 目前看下來過了一年 只有傲慢過的還不錯 泛用三反反傳反專反檢 記憶體很強 拿到這兩年很常見的反檢速幣 全屬殺手也讓他本身的高攻擊力在放大 目前就是默默在各處打工 閃爍球的部分 雖然木銀重率低 但只要打中其實蠻爽的 伊莉莎白和瑪琳 瑪琳算是比較少看到的 強度普普 主要的場是十六玉 但他在十六玉的表現其實也還好 伊莉莎白的部分是做成超強輔助 能補血 能降隊友的SS回合 能加速 SS是回血加解一場 順便解滴人的有效buff 最近看到伊莉莎白主要是倒三 暗一升跟每個月的禁忌 25 只能說彈珠的輔助角 只要不是做成右爆類的話 奶媽型的彈珠角 老實說能去的場真的有限 第二彈出了馬 所以七大堆第一彈也跟著獸神 班跟團長都瘦得還不錯 班好像從這時候就開始默默推割合的SS 班的SS是自強化隊最近的敵人使出割合SS 二階是35% 當時有人用班去打十七玉王冠的那個球球 實在其他關算是蠻難使用的 因為是追擊最近的敵人 所以要如何靠近正確的目標 是一件比較難的事情 那今年近幾次的合作 就是有出割合SS角 像波普 然後拉姆 還有醫護 這些都是割合SS 還有羽龍 使用的方法難度就降了不少 什麼碧追王 大範圍 最初敵人 只能說班算是出得早 不然米希那時候 還不太敢給那麼方便的割合SS 下一位是團長 團長呢 反用三反 掃雷 反船 反專 反擊殺手 反擊殺手是還原作 團長的問題就是太普通 就是一般的強 但是你們要想喔 七大罪惡前面是誰 星爆跟兵長 所以難免會被做比較 SS部分強 但就是偏被動 畢竟要被打才會反擊 當時可以去未開十五 就未開十五剛開 跟偷渡一隻去亞里亞 下一位是 第一彈的真大獎 當時金剛出的時候 反傷、反專、飛行、落點殺手 直接把蓬來搓爛 SS自強化加光滑也是非常好用 但金獸神後 基本上他的強度跟獸神前差不了多少 把反傷升級成超反傷 然後落點殺手移到聚能前 也救不了這機體 他放在2020就是爛 沒進步就是退步的最佳血罩 這邊跟你們提一下 金的SS 獸神後是必追一號為敵人落點的追擊 但問題是這把靈槍不吃紙肉加成 所以高難也沒什麼傷害 那我自己覺得金獅很可惜 畢竟第一彈最強 我那時候疊棚也大部分都是靠他 結果獸神後變成 相對沒那麼亮 也是最爛的 過了一年我們往回看七大罪 七大罪的前面是晉級的巨人 然後後面是進階出發者 然後七大罪第二彈的強度 老實說相對就沒那麼強 就還好 那不過他的降臨就是 十戒都出來給玩家打 那我自己蠻喜歡的 就是很有誠意啊 就是該還原的都有還原 角色該出的都有出 也沒有閹割掉 那我自己是蠻喜歡七大罪的內容 就是了 好 那我們回顧完19年跟20年的合作了 接下來呢 11月底 米西就會找個理由 出一個一般大安鍋給玩家抽 這個19年跟20年都有的 這池是沒有必保限定 要不要碰 就是看你包包的深淺 包包很深的 不建議碰 因為沒有必保限定 也沒有必出未獲得 那剛玩或是包包比較淺的 因為寶珠過的話 是可以考慮抽一下 那你就是考慮就好 畢竟下個月會有個叫大會日的轉蛋池 那王家間戲稱叫大開日 他也是大安鍋 那他是綁100寶珠 那裡面呢 抽完這20年抽 他會給你必保一隻限定角 我是覺得你不如去抽那個 因為你現在12年末 會有很多活動給玩家抽 所以你高基地11月底合作 假如你抽幹的話 我就不建議你再亂花寶珠了 那以上呢是11月的過去式 好 接下來呢是11月 已知我們寶珠的獲取管道 那新系列跟合作 合作的部分 我這邊是暫定他6關啦 我就只有估30顆 那實際上應該可能會再多個 5到10顆之類的 然後呢 輪盤任務跟羈絆呢 我這邊就是不怎麼算 因為 每個人有沒有羈絆也不一定啊 然後輪盤 搞不好有些人是選那個抽10年嘛 所以我這邊都用0顆算 那這邊就是我保守估計啦 你全部打完 就是乖乖打完 你就可以拿到296顆 就至少 但如果你沒打 競技可能再扣個55顆吧 那反正最慘最慘 大概就是200上下 200上下 就40抽 那之後12月會有蠻多活動的 那要怎麼有效控好的保珠 就是你們自己要決定的 那我是二號 感謝各位觀看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